一部西游记为何出现三刃唐僧 银怀里竟是阴差阳错扮演了沙僧 神仙妖怪腾云驾雾 演员却是九死一生 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 看西游剧组如何踏平坎坷 谁呢 这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就叫望月 就是这位 这杨岛当场就拍完了 就他了 让这个望月来演唐僧 咱们看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西游记最开始的师徒四人 本来挺好的一个组合 但是拍完了这个霍启观音院 偷吃人参果 还有三大白骨精 这三集之后出问题了 扮演唐僧的望月 因为接了一部电影 荡漆发生冲突了 当时他就很为难哪 刚开始吧 望月说 我说我可以一边拍电影 一边演唐僧 可问题是唐僧这个角色 他不是客串的 每一集都有啊 戏份特别重 怎么办呢 最后没办法 无法两全的情况之下 望月还是选择 离开了西游记的剧组 当时杨洁导演也是急得不行啊 那你说怎么办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就在这个时候 一次偶然的试镜 让剧组解了燃眉直击了 话说当时剧组呢 一边拍摄呀 一边继续的选演员 有一天有个小伙子 他来干嘛呢 试镜小白龙 谁知道他穿上这个小白龙衣服以后 导演一看呐 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小白龙 有点英气不够 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说了 这小伙子看这样丝丝闻闻的 要不让他试试唐僧怎么样 这一句话还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这杨岛马上说你换唐僧的衣服 换上前后这么一看 感觉还真不错 但就是有一个问题 怎么呢 这小伙子太瘦了 这导演直接跟他说 小伙子你这么的 你增增肥吧 这小伙子谁呀 就是徐少华 从那以后 他就接替了汪月 化身这个新唐僧 跟着剧组开始了西行之路 贫僧 唐三藏 参见女王陛下 快请高僧上座 愿意一国之父 照他为王 我为王后 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喝的水成了胎气 想是要生娃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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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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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 哎哟 这可怎么得了啊 这我老朱 要生娃娃了 哎 哎哟